猜拳小游 这一题也是 我记得很久以前是从Java 教Java的时候 这也是十几年前 然后只是说把它改写到 就是Python 该如何撰写 那首先第一个当然 以前当然它不是写成这样 这我是自己改的 因为我发现以前 从日本人 那是一本叫名解Java里面的一个范例 那我发现它写得好复杂 超级弱复杂 后来我自己用我自己的方法写 反而看得很懂 而且逻辑也变简单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那一本书吧 那一本书 城市写得好长一串 后来我又改了 改完之后发现简短许多 而且比较好理解 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的那个城市 我们要弄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猜拳游戏很简单 不过其实说简单它也十八行吧 那怎么做呢 首先第一个 一定要是剪刀、石头、布 所以我在想说以前 以前的那个范例是要我们自己打字 剪刀、石头、布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蠢 这样如果打错的话 不是容易 不如用一二三四来代替 一的话就剪刀 再来就石头、布 四的话就结束 如果四以外的话 比如输入五的话 输入错误 所以还有防呆 防呆 防呆要不要加 大家看个人 因为将来如果城市写完之后 你要考虑到防呆的问题 因为有可能输入错误 ok 那 而且那一本日本人写说 他们剪刀、石头、 mencion 色彩等和石头、剪刀、布 它们还是金简 Through Genesis 这个时候的话 电脑就要去random一个 剪刀的时候 所以怎么random 这个时候的话我就 一样就是出一个random range 是1 2 3 里面去抓一个 1的话也是剪刀 2 石头 3 是布 然后再跟我比对 如果比较 那当然有可能我平手 有可能我赢 有可能我输 有没有 就没有了 所以三种可能 Enter 看看 这会出现什么 电脑出了剪刀 所以random 是1 所以是平手 OK 好 这个再来吧 输入2好了 我换一个 我输入石头 Enter 他出布 所以random 是3 那我都输了 当然这后面 其实你可以再把它记录下来 比如说谁赢谁输几次 最后结果是 到底是谁赢 3 我出布的话呢 他输剪刀 他输剪刀 那我又输了 最后的话离开的话 我就输了4 结束 OK 那程式怎么写 基本上不困难 逻辑跟刚刚有点类似 第一个一样是random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random的范围 所以 也许我这个random 我把它写在上面 这样会比较一致 比如说我就一样先random 然后random的这个电脑出题 比如这个电脑出题 我把它写在这里好了 所以写起来跟那个 刚刚的那个Minds CIO的类似 就是他在1到3之间 有没有 帮我抓一个乱数 放在s里面 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有个清单 那清单部分就是 第一个空下 有没有 那我就从剪刀 石头部 得到一个b list 这个就一个那个清单 简单的清单 然后画有email号 接下来做什么呢 就请输入嘛 对啊 输入 所以逻辑模一样 所以有时候其实 你可以拿来当范本 那我这边有个防呆 如果呢 它m小于1 或者m大于4的话 输入错误 重新输入 所以就防呆了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等于4就退出 就break了 那再来的话 就是有三种可能 就是如果m等于s 那平手 如果呢 m等于2 2的话剪刀石头 如果出石头 那它出剪刀 那我赢 有没有 如果说 我出剪刀 它出什么 就是所有是我赢的状态 剪刀它出什么 它出 布的话 那我赢 还有什么 如果它出什么 布 然后 我出布 它出石头 反正就把这三种 有没有 不就是这三种吗 列出来 这我想出来的 然后再来 所有我书的状态 也把它列出来 这样的程式 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所以 当然我跟各位讲 写法绝对不是只有单一标准 因为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我是从有一本叫明卷java 那里面以前写的好复杂 后来我把它改写成这样的逻辑 而且基本上跟前面写的也有个一致性 所以以后你如果要写类似的游戏 你可以类似是套公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刚刚我们好像有一个时间没有下课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是 就先到这里好了 回去的话一样我会把这个影片做个整理上传 然后回去的话 建议就是如果你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 回去一定要再把它复习 建议一定要实做 OK